5月份开始进入台风豪雨季节 行政院农委会水保局台东分局 首度和林务局台东领馆处携手 在芝本国家森林游乐区举办水保夏日嘉年华 希望可以宣导民众建立正确的水保观念 来守护你我家园 民众在宣导摊位前了解房币在相关知识 用游戏好玩的方式让家长与孩子都能容易了解 并且具备防避灾知能 看到网络有活动我们就来见走 就是水谷保持 还有一些防灾 由于每年5月是台风季节与防汛期的开始 行政院农委会水保局台东分局 首度与林务局台东区领馆处携手 在芝本国家森林游乐区举办水保夏日嘉年华 现场除了建走闯关活动 也有来自18个单位 20个机关宣导 像是防火防灾性观念 森林经营管理 友善耕作等等 让民众认识水保各类业务推动 也唤醒民众将水保观念落实在生活中 结合我们台东领馆处 共同举办我们今年的水保月的宣导活动 叫水保嘉年华的活动 那我们每年的5月是一个训取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 希望民众在训取的时间 知道我们水保的重要性 这次选在芝本国家森林游乐区 主要也是水土保持局户外教室所在 民众进入园区时 除了亲近大自然享受芬多金带来的疗愈感之外 同时也能走读水保设施及其功效 更加认识水保对每个人的重要性 这讲解台东市报道